即使你运气不够,买不到斯卡拉歌剧院的演出门票,我也会建议你参观一下剧院内部。 首先进入华丽的新古典主义大厅。 在这里,你可以欣赏各大作曲家与乐团指挥的胸像。 走进一个包厢,面朝马蹄铁形状的大厅。 大厅整体以金色和红色为主,让你感受到这家举世闻名的歌剧院的气势。 如果你运气足够好,还可能赶上剧院排练。 大厅内有四层包厢,两层楼座。 最高的那个楼座,票价稍低,是著名的顶层楼座。 传统上,那里的观众最为挑剔。 他们会喝彩赞叹,也会对表现不够出色的歌剧与歌手不留情面的吹口哨。 大厅的中央是豪华宽敞的皇家包厢。 连正厅与包厢,剧院总共能容纳约三千观众。 舞台在19世纪初期进行了首次扩建。 几年前又重新进行了现代化布置。 尽管从正厅看不出,舞台其实比大厅要宽敞得多。 因此可以容纳异常复杂的舞台布景。 现在,让我们按下暂停,移步到剧院博物馆。 如果你热爱音乐,尤其是歌剧,那么戏剧博物馆就对你的口味了。 穿梭于14个展厅之间,你会看到属于作曲家、演员与戏剧工作者的乐器与遗物。 我想特别提醒你注意音乐家肖像系列,还有朱塞佩·威尔蒂的私人物品收藏。 博物馆最近经过皮耶·路易志·匹兹重新改造。 它是一位导演、布景师与服装师,曾经参与过无数歌剧的舞台布置。 小花絮 在18世纪末期,斯卡拉的包厢属于米兰的权贵家族所有。 贵族们可以在表演期间为所欲为,呼朋唤友,打吃打喝,甚至打牌作乐,高声说话。 想象一下当时的歌手与乐团乐手的心情。 我们在米兰斯卡拉大剧院的参观到此结束。 My World感谢你的参与,并与你相约在下一个世界名胜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